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每日頭條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6月8號 星期三 來看今天有哪些最新消息 6月7號 曾代表中國參加北京冬奧會滑雪項目的谷愛玲 在《時代》雜誌峰會上宣布 他將擔任美國申辦2030年或2034年 沿湖城冬奧會的大使 消息引發了不少中國網民的憤怒 但也有人表達支持 沿湖城冬奧會審委會回應表示 谷愛玲不是深奧大使 角色待定 而今年冬奧會的金牌得主 也是三屆世界冠軍的華人陳薇 已經被官宣正式上任深奧大使 谷愛玲還在會上說 她不後悔代表中國參加2022北京冬奧會 她要推廣全球主義 對此 有人說 全球主義不過是投機者的遮羞布 而中國法律規定不允許雙重國籍 時政推主INTI的推文寫道 谷愛玲配合中國大外宣 而且也公然配合中國違反他們自己的法律 《時代》雜誌也報導表示 雖然谷愛玲在中國受到廣泛的歡迎 但她因為迴避有關她自己的國籍 和是否仍持有美國公民身份的問題而面臨審查 一方面 中國不允許擁有雙重國籍 另一方面 沒有記錄顯示她放棄了美國公民身份 有網友說 中國的法律是專管下等奴隸的 對趙家人和上等人無效 不然孟晚舟的七本護照是哪來的? 當天《紐約郵報》報導 美國深奧會發言人凱莉表示 谷愛玲作為運動員代表 參加了深奧會的工作 但還沒有給她確定一個具體頭銜 谷愛玲不會在下週隨閆湖城代表團一起前往瑞士洛桑 會見國際奧委會官員 閆湖城深奧會的負責人布洛克 和美國滑雪運動員沃恩將隨團前往洛桑 凱莉的回應似乎在表示 他們與谷愛玲只是合作關係 谷愛玲現在就把自己稱為深奧大使 似乎有超前之嫌 谷愛玲曾說過的最知名的一句話是 在中國他就是中國人 而在美國則是美國人 但在當下種族主義 熱情高漲的中國 人們很難接受一名美國公民打著中國人的名義 賺中國的錢 8日 鳳凰新聞網在網上做的民調顯示 參與民調的中國網民中 超過五分之一人 無法接受谷愛玲擔任美國申辦冬奧會的大使 據網友反映 這個民調現在已經被刪除 有人調侃谷愛玲說 我的身後有兩個強大的祖國 一個給錢 一個給實力 有人認為 雙重國籍不是重點 她利用這個條件操縱兩國支持者 提升個人聲量 卻模糊自己的立場 美國一些媒體則認為 谷愛玲在美國出生 長大 她在美國獲得了運動技能之後 不為美國效力 反而去為中國比賽 這對美國是不公平的 外界質疑谷愛玲具有分裂的國籍忠誠度問題 隨著人們日常生活中經常需要輸入的密碼越來越多 不少人會經常忘記密碼 甚至選擇使用相同的密碼 防止忘記 因此 蘋果 谷歌 微軟快速在線身份識別FIDO 和全球資訊網聯盟5月聯合宣布 將共同創建一個通用的無密碼登錄標準 FIDO希望推動更簡單更強大的身份驗證標準 和網絡識別標準 並以公開密要加密方式改變身份驗證模式 拓展身份驗證和相互操作性 同時減少人們對於密碼的依賴 計畫中提到消費者需要管理和記住多個密碼 導致不少消費者使用相同的密碼去登入不同的服務 這種做法可能會付出巨大的代價 當一個賬號被盜用 等於多個賬號都面臨著被盜用的風險 同時帶來資料和身份外洩等諸多問題 根據NordPass的新研究顯示 全球超過2.9億個數據洩漏事件中 有110萬起的密碼洩漏事件都是使用123456作為密碼 這也是全球CEO最常用的密碼之一 洩漏事件影響到技術、金融、建築、醫療、保健等領域 新計畫將提供用戶兩種全新的功能 將允許消費者通過一個金鑰在多個網站、應用程序、設備和平臺上 進行無密碼登入 第一種是讓使用者在多個裝置上自動存取他們在FIDO登入憑證 類似萬能鑰匙 第二種是讓使用者在行動的裝置上使用FIDO認證 讓附近裝置能夠登入APP或網站 無論這個裝置是何種系統或瀏覽器依然能夠互通 據法廣的報導 蒙比利癌的計算機取證專家和網路安全普及網站 萊斯·阿蘇耶的編輯海寧指出 這個想法就是拿手機代替密碼 在FIDO網站上取得一個認證密鑰之後 與其他網站進行驗證 諮詢公司Wavestone的網路安全專家卡利爾表示 無密碼執行的原理 就是使用私人和公開密鑰 私人密鑰存在手機的芯片中 公開密鑰是使用數字密碼加密到服務器 當兩種鑰匙組合在一起 就能準確地識別用戶身份 但電腦防毒軟體公司ESET的 全球網路安全顧問摩爾對《每日郵報》表示 密碼受到攻擊或破壞時 很容易進行更改 而不是直接依賴於唯一的設備 如智能手機進行身份識別 黑客可能會利用查看功能 來繞開無密碼登入 美國網路安全與基礎設施安全局局長 伊斯特利認為 這些聯盟和公司率先使用無密碼 讓美國人能以更安全的方式使用網路 能協助我們漸漸脫離傳統的密碼 2022年全中國高考報名的人數 接近1200萬 創歷史新高 高考的首日 有江蘇南通家長 為了孩子高考燒香祈福 導致家中失火 而鄭州四中男教師們則穿著旗袍妖艷出場 說是助學生高考 旗開得勝 如今大陸高考難 就業更難 官方就此 竟要求引導畢業生到城鄉社區工作 大陸媒體報導 七號 江蘇南通的一位家長 為孩子高考燒香祈福 沒有熄滅燒的香就離開 導致引燃床墊 起火把家燒了 當戶主響起床墊下 還藏有部分的現金時 為時已晚 從網傳的圖片中看到 燒成焦炭的 防船 萬幸的是 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這個消息在8日登上了百度熱搜排行榜 而家長燒香 為孩子高考祈福不止這一例 這似乎已經成為了一種風氣 網傳視頻顯示 七號高考的頭天 大陸某地很多家長聚集在校門口燒香 網友說 不知道的還以為是為不幸事件陸祭 這一磕頭這一敗 我已經預測到了孩子們的未來 而更奇葩的事情 近日發生在鄭州四中 幾個年輕的男教師們身穿旗袍 手持團扇 列隊舞昧出場 美其名曰鼓勵學生考試旗開得勝 來看視頻 據說 每年這個時候 教畢業班的男老師們 都要在高考動員大會上 穿著開剎旗袍走秀 美其名曰讓學生們開心 輕裝上陣 有網友說 如果穿個旗袍 就能旗開得勝 那麼脫光衣服是不是就可以脫穎而出呢 還有網友怒斥 失德淪喪 這不是慾人 這是在毀人 而因為疫情的影響 上海宣布 今年高考延期至7月7號至9號 等於延後了一個月 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就在社交媒體推特上 預祝中國考生高考的第一天順利 表示高考是最難的大學入學考試之一 不過 不僅高考難 年輕人畢業之後就業更難 近日 中國民政部 教育部 財政部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就聯合發布名為 關於做好2022年普通高校畢業生 到城鄉社區就業工作的通知 引導今年的畢業生到城鄉社區就業創業 社區包括住宅小區的物業 養老院等等 對此 中國教育學者熊秉齊對自由亞洲電臺表示 關鍵在於怎麼把人才吸引過去 如何讓他施展自己的才華 如何跟當地的社會經濟發展結合起來 如何去改善當地的用人環境 讓學生覺得這地方生活環境不錯 有更好的發展空間 您對於中共鼓勵畢業生到城鄉就業的問題怎麼看呢 歡迎在視頻的下方留言 分享您的看法 6月8日 香港警方推出了反恐舉報熱線 讓公眾舉報懷疑涉及有關行為 首次設立賞金制度 成功舉報者最高可獲得80萬港元 輿論認為 港府推出這條熱線懷有政治目的 有學者擔心 設立反恐熱線會造成寒蟬效應 而中共國家安全部頒布新法 鼓勵大眾民眾檢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最高可獲得1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獎金 美國之音報導 7日 香港警務處跨部門反恐專責組高級警司林韋基表示 港版國安法生效以來 本土極端分子的活動趨向隱蔽和地下化 如果市民向執法部門提供有關信息 有助阻止恐襲發聲 警方計劃向提供消息的爆料人發放賞金 可能高達80萬港元 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總裁鍾建華表示 港府的用意很明顯 就是要把香港變成互相監視的社會 打破香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和聯繫 希望香港人不敢像以往那樣批評政府和共產黨 現在李家超當特首 顯示港府希望香港人盡快抹掉對民主的訴求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莊佳穎說 反恐法力無論在哪個國家都無可避免會造成寒蟬效應 譬如你我之間可能有些糾紛 那我就是要去騷擾你 去舉報你 有人會因為其他的原因濫用法律 騷擾他不喜歡的那一方 中共國安部在6日頒布公民舉報 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獎勵辦法 從當天開始實施 依照條文 重點就是中共國安法 即反間諜法在與群眾路線相結合 舉報獎金從1萬到10萬以上不等 並強調這是結合群眾以實際行動迎接二十大的召開 據瞭解 中共2017年在北京市就實施公民舉報 間諜行為限索獎勵辦法 致使朝陽大媽滿街跑 2018年中共國安部又實施開放網絡舉報受理平臺網站 鼓勵網絡舉報 被稱為是全民節諜 如今在進一步頒布新規 使全民節諜實體化 6月8日 拜登前往洛杉磯主持第九屆美洲國家首腦峰會 觀察家表示 這顯示拜登政府重新施加美國影響 並修補川普時期與美洲國家受損的關係 但評論認為 這次的峰會 拜登很難取得有效的成果 峰會前夕 拜登政府認為古巴 尼加拉瓜和委內瑞拉 不符合2001年明確民主為核心價值的美洲民主憲章 因此6月5日 華盛頓宣布 不邀請這三個國家的領導人出席這次峰會 而威蒂馬拉 宏都拉斯和墨西哥的領導人 抗議這樣的決定 選擇也不參加這次的會議 美國之音報導 六國首腦的缺席為本次的峰會蒙上了一層陰影 一些觀察家認為 這次抵制再次顯示美國在幾十年的忽視之後 在美洲地區的影響力在減弱 除此之外 拜登被認為當初對這些國家捐贈新冠疫苗緩慢 迫使他們起初只能依賴北京和莫斯科的疫苗 最終 美國才向拉美地區提供了7000萬支疫苗 時評人藍述認為 這次拜登總統與美洲國家領導人之間的峰會 估計將很難取得非常有效的成果 美國現在主要將精力集中於印太地區 面對於中共的威脅 同時在歐洲又要幫助北約 應對烏俄戰爭所帶來的危機 同時呢 美國的國內現在又面臨著極高的通貨膨脹的壓力 經濟形勢面臨嚴峻的挑戰 聯邦政府沒有太多的精力 也不可能有很多的財力去幫助美洲國家 中共和俄羅斯在美洲國家所進行的經濟滲透和科技滲透 確實是一個長遠的令人擔憂的問題 這次峰會 拜登首先將在9號 與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會談 中央社認為 兩人從來沒有意見一致過 但出於不同的動機 他們同意舉行一場尷尬 而且倉促安排的會議 這是拜登為挽救美洲高峰會做出的最後努力 而博爾索納羅將利用與拜登會面 來提升自己的形象 以迎接爭取連任的艱苦選戰 而在8號的時候 博爾索納羅接受電視訪問時再次讚揚了川普 並說拜登的勝選可疑 一些觀察家們懷疑 兩位總統能否在30分鐘的對話中 獲得實質性的進展 這期的節目就到這裡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就請幫助我們點贊 訂閱和轉發一下 下次節目再見 消息